一彤 晏玲 真真心白瘾 对 人家谈恋爱 他俩拜把子 思路 我向你敬礼 那个汪苏龙来的时候 大篮喝药了 这里要喝大篮喝药了 好晏玲 来 继续 来 咱们聊咱们的 今天初reacting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本期reacting我们邀请的是 热播综艺平行时空遇见你的 两位嘉宾 哈喽 我是李彤 大家好 我是王艳玲 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现在再回过去看 那时候太紧张了 你是之前综艺见过 见过 但是你说这个关于选择方面 真让人给拒绝一下 这也挺尴尬的 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明显很不熟 对 只是认识 那你们知道对方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吗 知道 就定下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是也没聊说有什么分组 谁跟谁一组 这都不知道 明场面来了 大家开始刷弹幕 一统艳玲真净白衣 一统艳玲真净白衣 对 人家谈恋爱 他俩背靶子 李一统最美 他们都说你的那口头禅是那个敬礼 思路 你为啥没对我做过 思路 我都不知道 思路 我向你敬礼 思路 精神点了 你们俩有追这个剧吗 有看有看 怎么会追呢 我们说到什么好玩的 菜鸟互相相依为命 你可不是菜鸟 她是装的是吧 这是她的套路 对 这是真困浪 我想离你近点 这个弹幕挺有意思的 对 我太喜欢看弹幕 之前我跟你讲我只看内容 我们俩在那个墨干山那录了一次之后 说燕琳你平时你看弹幕吗 我说看弹幕 他说我平时只看弹幕 从那以后 你也看弹幕 我也只看弹幕 看这个 感觉黎童是三个女嘉宾最幸运的 因为搭档了王彦琳 太爱这对了 太爱这对了 一童超好看 一童好甜美 好了 今天我们本场采访要变成弹幕的朗读会 王大爷 你上心一点 这是VIP流的 一童好甜的 刚才过去了 搬腰青城 魅者无疆 把你作品刷个遍 随着黎童的成名开始出现裂痕 这是有意或有无意形成的 这一条线 我们慢慢慢慢的旅行转往后走 就寻寻建议 就是里面涉及到就成名之后 王哥就选择了默默的离开 甚至受到了一些挫折 那在现实生活中 另外两位也是 胖大海太暖了 会有同样的选择吗 你说同样的选择 大篮喝药了 蛮了蛮了 蛮了蛮了 这里有蛇 大篮喝药了 继续来 咱们聊咱们 这我看不过来了 眼睛有点慌 大家都困了 里面理解成名之后 王哥就做了一个选择 当然针对角色操作的时候 就想在离开 可能要成全他的事业 怎么样的 那现实生活中 两位作为艺人的话 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吗 或者说假设遇到同样的情况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觉得生活中一定会有 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如果出现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 你尚可好听讲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希望另外一半 不要这么千年放弃 我没有放弃你 你也不要放弃我 只要有爱 都可以继续往下走下去 明白 然后你可以为我做得更好 我也可以为你做得更好 好 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那个汪苏龙来的时候 王哥到你了 汪苏龙来的时候 弹幕都在说 他见到汪苏龙 比见到你还要开心 怎么回事解释一下 这是真的吗 其实我是一个 心里想到点 就做什么那种人 我不会想 就是有一些 没想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撩人 比如说浪漫 其实我是不太会的 但汪苏龙来了 我为什么会开心 我觉得他能指点我一点 怎么去浪漫 怎么去细致一点 对女孩更细节 或者是女孩在意什么点 他能给我有一些指点 我就很开心 女孩昨天还cue你们了 是吗 对 他cue啥啥了 蓝姐吃醋了 你跟蓝姐感情有点太好了 你们两个好的 有点让人嫉妒 怎么还摔东西呢 有情绪了 你是蓝姐的人 以前怡同在旁边已经 我是一个局外人 你们如何看 就是这种 大家网上的很多人 观众会说 眼前重剧 不需要演技 什么的 这个说法 什么不需要演技 什么不需要 谁说的 把这弹幕挖出来了 需要生活真实的感受 感受对方感受自己 也不用说什么演不演技 就是你真实去感受就好 就甭管它是不是偶像剧也好 是迪人剧也好 是各种剧也好 对 其实一同是很少参加 这种综艺或真人秀的 然后就很想知道说 上这样一个可能可以自己创作 自己去表演 然后也包含真人秀的部分 然后两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很不一样 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 这么常驻一个综艺节目 真人秀部分 让我感受到了 生活给我带来的快乐 这个是我确实很多年 就一直在工作 所以也感谢就是这个节目 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生活上的不足 影视化部分呢 就是王哥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这么专业优秀的一个男演员 真的很幸运 你看这个派就是大家都在说 王哥都替你着急呢 有着急 就像说了说佟姐很会引导 王哥接不住了 正常这都正常 我已经到啥了 这都小场面 慌什么 有哥在你 你怕什么 拿什么来拯救我 说我不开窍 毛艳林你个大傻子乘以3 怎么看当代年轻人 谈恋爱没有热情 但磕CP超级上头的现象 我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看我们那个小片段 特别甜 我自己都鄙气 对 我跟你讲 我真的自己渴 自己渴自己是吗 太甜了 就渴完这对看这对 渴完这对再渴这对 就很好渴 我们都是观众看的时候 那你怎么看大家渴你们呢 和您童话 就是我怎么渴别人呢 大家同理心对吧 甜 真的甜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渴 真的甜 互相渴呗 抽这个颜色 我抽这个颜色 你要抽一个吗 我抽什么 天啊 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皮囊 非要选一个你会选 我一定选有趣的灵魂 有趣的灵魂 可以天长地久那种 皮囊是会衰老的 但你只有找到了有趣的灵魂 你才能欣赏到它由内而外的美 对 我是那种你很好看 但是你如果很无趣的话 我可能几分钟就不行了 指定提问王燕林作为老歌王子 此刻要让你对李怡童唱一首老歌 你会唱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 旅方的老歌叫老情歌 因为我突然间想到她说的是老歌 正好这首歌名也叫老情歌 帮我问问王燕林接下来的计划吧 接下来的计划呀 回她是吗 对着镜头回她就好了王哥 你给人念一下 这个是CC010505 CC010505 你好 我是王燕林 今天是平行时空遇见你的最后一期 大概现在已经两点多了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幸运 我接下来的计划呢 就是回家过年 然后今天刚做完核酸 明天应该出结果 拿着核酸报告 回家过年了 在这里祝你和全家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牛气冲天牛年行大运 新年快乐 我的这个是叫波波欲言去兵不加糖 我都很熟悉 我觉得我一个粉丝的这些名字 经常看到他们 李一同下部剧是什么 下下部剧又找我了吗 下下下部剧最想演什么 你好可爱 我下部剧还没有定 但是我想拍一个想念古装剧了 因为连着拍了好几个现代剧 下下下下下下下部都还没有确定 祝你新年快乐 牛气冲天 看得到吗文哥 我可以看得到 好嘞 你看你的帅你 帅你 不瘦 我现在也瘦 现在也瘦 第一期的时候最瘦 我第三四回的时候录制 第一期的时候不傻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牛气冲天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